南方号之旅 台铁区尖快4022车次 转称国光客运 与28线 在内提海边站下车 内提海滩 内提海滩 又称情流湾 我们就远关海滩风光不下去了 网贼宰湾 当地人称贼宰湾为贼宰奥玻璃海滩 传闻在嘉兴年间 此地曾是海贼的聚集地 互称贼宰湾 至于玻璃海滩的名称由来 则因在民国70年代 苏澳镇公所将此海滩 设为垃圾厂 垃圾中的玻璃瓶罐 今年累月被海水冲刷研磨 形成炫彩夺目 晶莹剔透的七彩玻璃 因此当地人称 这片海滩为玻璃海滩 岸边铺满高低起伏的板岩 这里有个海石洞 这个海石洞貌似海盗藏宝的地方 被高耸岩层包围的神秘海湾 海滩长度约100公尺 海滩上布满光滑的玻璃碎片 欣赏一下美丽的浪花吧 黑色的堆积岩层 带有些许神秘的氛围 虽然阳光很强 但玩得很精细 海石洞里面望向海面的视角 拉绳攀岩而上 看似惊险实则不难 只要拉紧绳索 踏稳时间 有具高症的人不要往下看 很容易就会安全返回岸上 走造船路到豆腐夹 这里也可以到玻璃海滩 装置艺术 勇者不拒 到豆腐夹480公尺 造船公司 豆腐夹风景区 以卸出任务的防空洞 豆腐夹的美丽海景 中华民国领海基点 往南方澳大桥 南方澳大桥 南方澳跨港大桥 于2019年10月1日坍塌 经重建后 于2022年12月18日人工通车 新桥融入青鱼及海浪两大元素 设计成小鱼回游出海 大鱼丰收入港一项 造型相当稀进 成为南方澳新地标 我们站立的后方为苏澳港 手指的方向为 南方澳第三鱼港 这条是江夏路 这是静安宫 这是南天宫 从南天宫府市 南方澳第一鱼港 南方澳第一鱼港 南方澳鱼港 全年鱼业产值 占全台九成 常见的近海鱼类 如青 尖 烧鱼等 北洋大型鱼业 则里山 其 鲍鱼为大宗 青鱼年产量 约3到4万公顿 沾南方澳六成 顾南方澳有青鱼的故乡之称 然而 近迷云货量统计 似乎基隆已经超越了南方澳 NATURAL天然手作双麒麟 搭乘国光客运绿28线到苏澳新站 经过苏澳火车站 苏澳知名汽车修理厂 台铁苏澳新站 台铁区间快 4027车次 欣赏黄昏黄昏的彩虾 火红的太阳 透过空隙 照入七堵站